大家好,英文大师今天要为你读的是 17世大宝法王开示的中文实修系列3 今天主要是给皈依界及皈依的介绍 首先要简略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皈依 我们找寻一个皈依处的原因是什么 距离来说我们一出生就要靠父母亲的照顾 慢慢成长之后在社会上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也都需要互相的依靠和帮助 这样一种依靠就是皈依 我们生活当中依靠了很多殊胜善缘 譬如透过父母、朋友的帮助得到许多喜乐 所以唯一真正的意义 我们生活当中都已经在座了 对父母跟朋友这些珍贵的依靠处 我们应该要珍惜并且尊重 我们每一个人总是希望得到长远就近的快乐 完全远离痛苦 只是暂时离开一些痛苦 我们是不满足的 常有很多朋友来看我 跟我分享生活中的各种苦乐 有的朋友会说 我或我的朋友得了重病 现在非常痛苦 记住法王的加持 有的会说 我在生意上、生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也有一些朋友说 你之前的病好了 但现在又得到了严重的疾病 所以再次祈求法王的加持 这代表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 然而暂时得到快乐是不够的 我们大家都在追求究竟的快乐 都想完全远离各种痛苦 从我接触的很多朋友身上 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可能会开始想一个问题 到底有没有一种快乐是究竟的 完全没有痛苦的呢? 在开始想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先问 有没有一个归一对象、归一处 能够让我们真正得到无苦之乐 到底有没有呢? 举例来说 就像生病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依靠医生 但是这个医生 他能完全治好这个病吗? 他真的能够让我们 完全从生老病死的痛苦中解脱吗? 是不行的 尤其对于一个相信轮回 相信有生生世世的人来说 只消除今生短暂的病痛 得到短暂的快乐 这还不够 因为我们还有生生世世 今生会病、会老、会死 未来是老、病、死的情况 还是不断会出现 有一种医生 能彻底解决我们今生 乃至未来式的老病死吗? 所以我们要找寻一个归医处 能告诉我们方法 帮助我们真正处理轮回 超越生老病死的痛苦 如果有 他在哪里? 他是谁? 再譬如说 在座很多人都病了 很幸运 我现在还没感冒 我虽然表面看起来 好像没感冒 还很健康 但事实上 这只是因为因缘还没聚合 病毒还没有来 当病毒感冒的因缘已聚合 我也随时会感冒的 所以可能早上还很健康 但是晚上就 开始打喷嚏 然后会需要很多的卫生纸 开始醒提提了 如果疾病 真正的因 病原不消除的话 任何时候 只要病毒 生病的因缘已聚合 我们就会 不由自主地生病 甚至 如果是比较严重的疾病 我们还会死亡 所以 我们不能就只是安心地说 啊 我的病现在康复了 这样还不够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找到病原是什么 痛苦跟病原的根本是什么 我们要找到它 然后将它消除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 一位真正能救护我们 处理生 老 病 死 处理轮回陷阱 牢笼的救护者 这样的一位救护者 首先 他需要 自己已经从轮回的 生老病死当中 处理出来 如果他也陷在这个轮回当中 受苦 怎么可能帮得了别人呢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 我们第一步要找寻 要问问看 有没有一个人 他已经真正处理了 生老病死的 轮回苦呢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谈 谁是这位 已经出离 生老病死的人呢 那就需要提到 2500年前 一个王子的故事 也就是 佛陀的故事 当时 佛陀叫西达东王子 他住在一个王宫中 生活非常优渥 有各种享受 财物 食物 非常富足 当时 他的父亲 晋范王 不希望让西达东王子 看到世间 那么多的苦相 所以 不准他到外面 就给他各种享受 让他留在宫中 但是 有一天 西达东王子 有机会走出王宫 出了王城的四个门 看到了 人间的 生 老 病 死 看到了 原来每一个人 每一个众生 都有 生 老 病 死 都具备着痛苦的本质 这时 他就伸出一念 很强的心 说 啊 我要出离这样的 生老病死苦 而且 不要证得一个 没有苦 出离生老病死的果位 当他发了这样一个愿之后 就放下王宫生活 出离皇宫 当时很不容易的是 放下了一切最心爱的东西 例如说 他的妻子 孩子 还有宫中的一切享受 他都放下了 首先 到森林去做六年非常艰难的苦行 之后 再来到正确塔这里 圆满成佛 证悟了万法的实相 当我们看到这样一段故事 会想 佛陀西达都王子 为什么要舍弃王位呢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苦行呢 为什么最后到菩提树下禅修 然后证悟实相呢 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什么促使他这么做的呢 这是因为 他见到了生老病死 这是痛苦的现象 这激励了他 最后 他在菩提家爷 成为了一位 初离轮回 远离生老病死的 殊胜绝者 也就是佛陀 然后 他将他的经验 告诉我们世间的每一个人 例如 四地法门 还有各种取舍的正法 都由佛陀所开始出来 透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了解到之前我说的 我们要找寻谁是真实的皈依处 是值得我们去医治皈依的对象 就是这一位过去是希达多太子的佛陀 从他的故事中 他见到生老病死 他发愿要离开这样的痛苦 他也经历了苦行 最后来到了这里 郑爵塔这边 他成就了佛道 这一段的故事 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如何处理生老病死 处理轮回痛苦的口诀 这就是一个最殊胜的教授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哦 原来佛陀是值得我们 皈依的对象 这里可以总结地来说 当一个人真正看到了 生老病死的痛苦 并且看到原来自己也是在这 生老病死当中 也是正在轮回中受苦的一个人 你会有一种恐惧心生起 当一个人有这种 畏惧轮回想要出力的心生起 很自然会生起一个心 就是我要解脱 我要处理这个轮回 这是第一步 接着会生起想要 找寻一个归处的心 我们解脱轮回的力量 要如何升起呢 要依靠一位 已经从轮回中处理的人 依靠他 我们才能知道方法 而真正解脱 其他一般在轮回当中的世间人 是没有办法帮我们做到的 那么这样一位出力者是谁呢 他就是佛陀 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唯一三宝当中第一个 唯一佛宝 佛陀开示四地 还有各种取舍的法门 帮助我们出力轮回苦 这就是法宝 之后有许多佛陀的弟子 在修持这些四地 取舍的法门 这一些修持者 被称为僧伽 这就是佛法僧三宝 所以对于一个看到了 生老病死的痛苦 看到轮回的景象 而想要处理的人来说 你一定会需要 归一佛法僧三宝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 这里说 找寻归一处这样一个过程 主要有两个部分 一 当畏惧轮回的恐惧心升起 我们会升起想出离的心 出离心升起之后 你就会找寻归一处 二 你要对三宝有信心 为什么三宝是值得归一的呢 殊胜的地方在哪儿 有信心之后 你自然就会想要归一他们 归一外在的因有三种 也就是刚刚谈到的 佛法僧三宝 一 佛宝 佛陀出离了生老病死等轮回的痛苦 并且成就了圆满的佛果 这就是 外因当中第一个 佛宝 二 法宝 佛陀并不是自己得到解脱 处理轮回就好了 同时 佛陀希望每一个人也知道 这个方法 能够处理轮回 因此 他开始出 法宝 三 僧宝 当时佛陀为周围的弟子群众说法 他们也收持这些法教 那就是三宝 如此 我们说世间当中 归一外在的因 三宝 都已经圆满具备了 这就是由释迦牟尼佛所开始 所带领起来的 所以 我们要生起一面感恩的心 但另一方面来说 更重要的是 归一内在的因 这是指什么呢 这是我们自己实际的修持 一 确信佛宝 首先 对于佛宝 我们知道 为什么殊胜的原因之后 要生起信心 知道这是真实的归一处 知道佛所说的教法 都是正确 读误的 二 实修法宝 当我们实际开始修持这些教法 这就是法宝 三 依止森宝 我们修持的时候 需要依靠森宝 森宝本来的定义是指 证悟的圣森 但是现在 我们周围可能很难找到 这样的圣森 所以周围的法友们 就是我们修持道上 修行旅程上的伴侣 就是森宝 当我们认知归一外在的因 佛法森森宝 并且把握机会 实际发愿修持 我们可以说 外 内的三宝 都同时具备了 这样 我们就真正能出离轮回 接下来就要 受与归一 这样 我们就真正迈入修持旅程 修行的第一步 就从现在 当下开始 听闻大师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